直到有一天,一位老者抵达他们村中进行杀戮,他也在村中看着对他最好的村长被杀而瑟瑟发抖,腿更是被吓软,动都动不了,幻想当中冲上去和老者拼命的也是不是,而是村长儿子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大哥,但凡人冲杀又岂能撼动得了一位问道进修士,但老者也没有杀他,而是将他压制在地,让他看着自己涂入村中他人,村长儿子望着这一幕愤怒不已,不断大骂着老者,不惧生死。 老者对于村长儿子非但没有生气,反而是面露赞赏之色,他也并未全部都杀,更没有杀村长儿子,而是留下了五人,其中包括严冰也在,并让他们五人聚拢在一起。村长儿子将他们护在其中,愤怒地望着老者,至于他早就被吓尿了裤子,是真的吓尿了。村长儿子质问道,你想干什么?是要将我等赶尽杀绝吗?老者微微一笑,丢出一把木枝利剑,对着仅存的五人说道,你们五人都有灵根,可以成为修道者。 追求长生,但是,我只能选一个,所以你们五人只能活一个,懂吗?他的目光一直都落在村长儿子身上,最为期盼的也是,他能够杀了其他四人并活到最后。 聪慧的村长儿子也明白老者对自己颇为赞赏,但他神色坚定不移,恶狠狠地喊道,我就算是死,也不会跟你这种老畜生一起追求什么狗屁修道,更不会伤害我身边的任何人。 你要杀,那就先杀我,放了他们。听到这话,老者面露失望。 也在这时,利剑入肉的声音响起,紧接着,哗啦啦的血液喷出洒落地面的声音,也响了起来。 村长儿子瞪大眼睛,望着胸前从后背冻穿过的利剑。 他艰难地转头望去,发现捅自己的,竟然是自己最为照顾的阎兵,顿时面露疑惑和不解。 阎兵早已哭成泪人,见大哥望来,连忙解释道,对不起大哥,我想活着,真的想活着,我不想死。 村长儿子想要说什么,却又说不出口来,最终无力地倒在地上。 望着大哥的尸体,阎兵身体不断颤抖,那不是恐惧,那是兴奋,还有几分解气,似乎是在喊,你再优秀,又如何? 最终不还是没有我活着长,其他三人惊恐而又愤怒地望着阎兵。 阎兵,大哥对你这么好,你怎么下得去手? 畜生! 叛徒,当年就得把你丢出村外,亏我家还请你吃了好几十顿饭,你就是这般暴达的吗? 他们纷纷指责,这话就像是一把把利刃洞穿阎兵的心。 阎兵面露疯狂,幕后道,都给我去死,他疯了一样,挥舞着手中长剑,将剩余三人砍得都不成样。 自己身上也沾满了血肉。 做完这一切后,阎兵跪倒在老者面前,面露狂喜。 前辈,我要修道,我要成仙。 说完他不断磕头,但老者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。 很明显,他并不喜欢像阎兵这般的人,但这是宗门任务,就算再不喜阎兵也通过考核。 只能冷冷说道,跟我走吧,谢前辈。 阎兵大喜,被老者带走。 至于这个生他养他的山村,他连多看一眼都没有。 不知道是没有感情,还是不敢去看。 来到宗门之后,阎兵并未得到老者青睐,成为其弟子,而是成为外门弟子。 只是他的天赋并不算高,尽管很是刻苦的修炼,但修炼进度只是中下,这在天骄泛滥的宗门可谓是十分渺小。 后来,他看到一位少女,那位少女长得十分的美,是阎兵这一生见过最美的女人。 而让阎兵深深爱上对方的,是一次偶尔的路过,自己恭敬喊了对方一句师姐,对方对他露出一抹淡淡笑容。 那一抹笑容是阎兵这一生所说到最美的笑容,也让他一见钟情,从此再也忘不了。 但少女是老者的孙女,也是宗门顶尖天骄之一,自然是不会看上阎兵,并且还和宗门的另外一位天骄成婚。 而那位就是阎兵幻想的第二人,那人也和阎兵幻想是一样,当他修为到宗师境后,便开始杀戮全宗。 因为那人和阎兵一样,也是通过杀戮自己人才加入宗门的,对于宗门的恨一直深深埋在心里。 宗门即将灭门时,他逃了出来,恰巧在路上遇到重伤坠落此处心灰意冷的少女。 阎兵想要带走他,但队友却是摇头。 他道,师弟,我不走了,你逃命去吧。 望着他悲伤模样,阎兵鼓起勇气道,师姐,我从很久很久之前就喜欢上你了,跟我走吧,我会好好带你的,我们找一个没人的地方。 过完这辈子,他错愕望着阎兵,渐气想要拉起自己的手走,他连忙甩开厌恶道,滚。 我堂堂天之娇女,又岂会看上你这种外门弟子,哪怕宗门即将灭亡,也不是你这种癞蛤蟆能够吃上的。 给我滚,恶心的家伙。 这些话,讨情深深地惨痛着阎兵。 阎兵从一开始的恶然,渐渐转变成了恼怒。 暴怒! 何疯狂! 下一刻,他举起手中的刀向他砍去,重伤的他压根就抵挡不住,很快就被阎兵砍成肉泥。 只有那绝美还完整的脸,满是错愕。 没想到,自己竟然会死在一个外门弟子手中。 他死后,阎兵还没有停手,边砍边喊,你是我的,谁都带不走,不跟我走,我让谁都得不到你。 不知砍了多久,他这才缓缓停下,望着只剩下一个头颅的他,阎兵哈哈大笑,像是疯了一样, 向着宗门吓走去。 之后,这个宗门彻底灭亡,至于罪魁祸首被挂上魔尊身份,被各地宗门联合击杀。 从那之后,天下就多出一位疯子,他很疯,也很强,靠着一团魔火走遍天下,杀出了名声来, 而后被一个玩火的家族收为弟子,成为外戏人物,次性,炎。 他靠着不惧生死,一步步往上成为了炎家天骄子弟。 而这才是炎兵真正的人生,那些只是他的幻想。 也是他懦弱的心结。 他时常在想,要是现在的自己遇到那时候,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。 山村不会被灭,他也不用杀人。 少女也不会看不起自己,甚至自己能够娶他。 可是,方辰常叹一声道,过去的事已经过去,哪怕再不堪又有什么关系。 难道梦中改变,就真能改变吗? 别再自欺欺人了。 咔嚓,咔嚓。 似乎是听明白方辰的话,或者是意识到自己继续做这种梦下去也没有任何的意义,梦境终于开始破碎。 方辰也从梦境当中离开,他妄想还在半空当中昏迷不醒的炎兵虚异。 此刻他尽管还在坠落,但已经醒了过来,总算是破梦成功。 也在此时,炎兵下方猛然裂开一条巨大的空间裂缝。 一脸猛逼的炎兵还没有反应过来,就被直接掉入其中,消失不见。 空间裂缝收缩,炎兵消失在外面的无尽掉落。 方辰通过青花道铜,清晰地捕捉到在空间裂缝之外有一座巨大的天门。 正是第三天门。 看来此地不知为何改变了。 一开始必须抵挡住元素灵妖的疯狂攻击,然后再度过梦魇一截,如果破梦就能够出去。 但要是破不了梦的话,就会一直被困在梦境当中无法逃脱,就算是想要动用束缚醒过来也做不到。 因为在梦魇当中那是梦中梦,在梦境之地中,你依旧陷入沉睡当中,身体都动不了,更何况是动用束缚。 只是没想到我凭借着青花道铜,意外闯入元素灵妖撕开的空间裂缝进入这虚无之地。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,此片虚无之地看似什么都没有,但其实就是梦到灵妖的老巢。 只是我所在的梦境和他们所在的梦境并不在同一个空间当中。 梦就像是另外一个宇宙一样,也有着大千世界,也有着平行宇宙,甚至比方尘所在的世界又更加辽阔,更加神秘。 而且没有空间,时间,轮回概念。 可以说梦比三大道还要更加神秘,但也因为他太过神秘,所以修炼此道之人一直只是皮毛而已,所以他才没被列入三大道当中。 也不知道另外三人会不会也被梦境所困,玲珑道友倒是有可能,但是梦家老祖应该不会。 至于程之恒,他懒得管对方的生死。 于是,他再度催动大天命绝,在肯定一个方向之后就向着那边去。 又是不知走了多久,果不其然,方尘很快发现第二滴巨大的水珠,而水珠之上不断掉落的正是玲珑。 他望向水滴之中,想要看他的梦眼又是什么? 只是当他望去时,却是面露古怪之色。 而当看清后,他满脸飞现。 玲珑的梦是一处皇宫,皇宫当中他是一位丫鬟。 只是此刻皇宫高空上有两道身影正激烈地交战着。 这二人并非是他人,正是他还有方星空。 二人词状十分激烈,就像是死固般。 而玲珑不断在下面喊道, 哎呀,你们不要打了,不住手呀。 方星空冷哼一声,道,玲珑,你不要管。 今日我必定要跟他决一胜负,你只能是我的女人。 方尘冷冷道,星空,玲珑是我先认识,也是我先追的,你配不上他。 玲珑喊道,哎呀,没有必要为我这样。 我不值得。 方尘和方星空一口同声地喊道,你配。 真的是再打下去,我就生气了。 玲珑羞怒道,方尘黑线是越来深,也越来越多。 这玲珑道友看上去很正常,但内心好像并不是很正常。 而梦境当中的方尘和方星空听到这话也不再交战。 而是落在了他面前,一人牵住他的一只手,一口同声道, 对不起玲珑,我们不该惹你生气。 方尘道,你要是生气的话就打我,别把自己气坏了。 方星空道,你绝对不能有任何事,不然的话,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 哦哦。 外面的方尘看着这一幕都要吐出来了,特别是想到方星空做出这副模样,更是受不住。 你妈。 我们和你很熟吗? 明明都是第一次见为什么是我和方星空。 你是发了什么疯? 他骂骂咧咧就想要入梦,不过就在这时又有一道身影出现。 而等两个下玉楼椅,也配得上玲珑,都给我滚。 一位青年,仙气飘飘地走了出来。 方尘望去,发现这人竟然自身带有仙气。 仙人族,六大族之一。 方尘双眼微微一眯,尽管不认识,但必定是仙人族中的顶尖天骄,否则的话,也不配进入玲珑的梦中。 呵呵,都给我退下,玲珑是本尊的。 突然天地色变,魔气冲天。 一位红铜魔人从天而降,落在玲珑身侧,将方尘和方星空直接打退,将玲珑揽入自己怀中。 方尘不猜都知道,这是魔人族修士,可还不仅仅如此。 阿弥陀佛,一位青年,容貌英俊,见眉心目的僧人踏着佛头而来,每一步都让佛气震荡,扶到崩坏。 方尘嘴角一抽,大佛族又是六大顶尖种族之一。 这僧人破福而来,必定会有炸裂的话语。 只听僧人道,阿弥陀佛,本佛决定要取玲珑为妻。 轰隆隆。 在他说出这话的刹那,天地间有佛像崩裂。 同时他也遭受重创,很明显是被大佛所伤。 他喷出树口鲜血,玲珑连忙上前扶住他,泪流满面地说道, 你这是又何苦呢? 僧人一笑,阿,为了娶你,佛又算得了什么? 可你是大佛族的无上神佛。 你要是离开佛族,大佛族会生灵涂炭的呀。 僧人艰难地伸出手,抚摸着玲珑的脸颊。 为了你,就算是大佛族灭亡,齐天大陆崩裂。 又算得了什么? 方尘忍不住固然。 好好好,还是你会玩。 为了结婚世界末日都不顾了。 你们是想上天吗? 他心中反而不想进去了,想要看看这梦到底有多那天。 随后他又注意到自己和方星空, 此刻他们两人在这群大神面前显得那般的微不足道, 但还要表现出不甘心的模样。 这陪衬可谓是做得满分。 而紧接着,兽人族的兽皇,妖精族的妖尊, 神明族的神明皆是登场, 只为和玲珑结婚。 甚至为了玲珑,齐天大陆顶尖的六大种族决定开战。 只有最后胜利的大族才配取玲珑。 最终,六大顶尖种族还真开战了。 从顶狱打到下狱,将万族尽数灭杀。 至于为何如此? 因为万族的大能也想要和玲珑在一起。 为此,他们哪怕知道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, 也肯为了玲珑迎接这一场不可能的战争。